原本说好不哭还是忍不住泪眼婆娑泪珠流 行政组长和小秘书们合送礼亲情义众的纪念品 给高升离职的秘书林玉文时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外面含流冷嗖嗖 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室内则是暖流热乎乎 因为在医院内工作23年的秘书林玉文 将高升卫福部衣服会的检认寄证 离别前院长林庆峰和副院长罗景泉 以及小秘书们特别围在秘书办公室内 举办小小席别会祝福林玉文展翅高飞 当然能够到中央可以贡献更多他的才能 贡献更多在地方的过去的经验 我相信在医疗卫生上面 秘书会本于他在这边的过去23年的经验 除了感谢也要祝福 让秘书能够在那个地方可以适得其所 那当然不顾高升心想事成 最后一刻现任也将是前任秘书的林玉文 感谢院长副院长 以及大家对他的肯定支持和照顾 而他最感谢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特别是自己深爱的老公韩天行 这段时间就是受大家照顾 那23年来我都在这边服务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能在这边付出自己24小时365天的时间 其实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 我家人给我很大的支持 包含这是要到部里面去服务 他也是鼓励我说能为更多人服务 是很好的事情 那你就带着基隆医院院长副作 还有各位伙伴 虽然非常非常不舍不得大家 但是我想如果有这个机会 能为大家服务 然后把基隆医院的经验 带到中央去 林玉文强调到衣服会任职后 将会贡献所学 相助衣服会执行长 管理的26家 包括基隆医院在内 卫福部所属医院 以及疫情期间的检疫业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